当了想吐头很痛 后来抱着肚子 最后出来的时候是抱着手臂了 当然他在这个时候说 他被警察打 要是真的这样姿势体大 特征组要赶快搞清楚 有两个管道可以来调查 其中一个特征组自己的引带 赶快掉出来 反来覆去的看 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的现场那么多 不是光只有电子媒体的画面要掉出来 平面媒体的照片也掉出来 左看右看一张一张搞清楚 然后三更半夜才来郑重澄清 说绝对没有远景 打成水扁 法警敢打问我们陈前总统 到底有没有 我们一定要观众看仔细 陈前总统说 他被法警推上车时故意打他 造成右侧的身体 腋下到腰部受伤 是法警出手的吗 我们从特征组提供的室内画面 慢动作分隔 法警前后左右随时再侧 后方是律师 不出特征组上车的那一刻 陈水扁抬起双手 有话要说 只见法警三人三只手 扶着陈水扁 双手示意进入车内 看似陈水扁的双手 开始有点抗拒 法警施加点力 才让陈前总统进入车内 陈前总统还说他头晕不舒服 甚至党内传言 还有一似脑震荡 哪来的碰撞 让陈前总统不舒服 上车的那一刻 法警有没有让陈前总统撞到头 有画面 有真相 特征组也提供自家的 真实器画面 证明清白 法警同仁始终在 国安局警卫人员 以及陈前总统律师的注视之下 来介护陈前总统 没有任何 殴打 或者其他不当的行为 仔细看一路上车 借护的画面 法警还护着扁的头 一路的表情 都没有看到任何痛楚不适 陈前总统的伤 到底怎么来 看画面 好像不是出自法警之手 难道是陈水扁本身的旧伤 大家睁大眼睛 画面会说话 中文新闻 吴振宇 台北综合报道 好